這個箭墟位置,即深水埗公園二旗 這裡有一條路 這裡有一條隧道 有一條隧道 在1998年時已經建成了 以及啟用 但一直都沒有開放給市民使用 這條隧道當年的建築成本 1988年時好像用了189萬去興建 我計算現在的建築成本 這條隧道是二千至三千萬 這條隧道只可以橫過這條馬路 這條通舟街的馬路 走過一分鐘左右 我想全場都不夠一百多米 整條隧道都不夠一百多米 就橫過這條十多米的通舟街 這條隧道在1998年啟用 如果啟用了市民去富昌村 就只需要一分鐘路程就到 現在市民要繞個圈 沿著這個通舟街 走回馬路口 繞回到富昌村 大概用多五六分鐘的時間 看看這個地圖 這是深水埗公園移旗 這條入口 這條隧道就是這條位置 在金海大廈旁邊 在九江街 九江街 走過來這邊 這是深水埗移旗入口 這條隧道就是這條過來的 現在這條製造了臨時的停車場 還有這邊就建了一些 建了一些 中… 好了 我們有九江街 向前走走去 深水埗公園移旗的入口 我們看看九江街的入口 現在是甚麼情況 我們現在已經看到這條隧道的入口 這條隧道 今天看到 其實 在下面 都有一些清潔工人 正在清潔隧道 那條隧道就開著了 大家看看這個 九江街的入口 現在是甚麼情況 有多久 這條隧道 進去 到來 下一次 到來 有多久 從眉道 從眉道 下一次 明明 下一次 到來 到來 然後 從眉道 回到 可以 看見工人在打掃清垃圾 其實都是爛住的,鐵欄爛住 如果硬要爬進去,都是爬進去的 我相信清潔工人做完事後,他們會鎖門 我們在深水埗的宜奇公園,走去另一個入口 因為這個隧道沒有開通,我們走到對面 我們要繞通周街,走到入口那邊 大概走過去,都是兩三分鐘去入口 我現在在深水中就好走我 看板上去的人,都不用寬日子 我們會在深水中,煮成小小小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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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